台积电6号举行股东会 董事长刘德英开场就说 今年营运可能有负成长 当被股东问到缺电问题时 刘德英无奈表示 民进的当局认为够用 那只能相信他 今年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有少许的负成长 但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 迎接明年开始 台积公司下一波很好的成长 在台积电的股东会上 董事长刘德英开场就坦言 今年营运可能有负成长 总裁魏哲嘉也说 2023年全年营收也可能下滑1%至6% 至于股东担心台积电的生产 是否会受到台湾缺电的影响 刘德英说 2025年用电量会增加 但台积电不会自己盖电厂 刘德英还提到 台湾如果遇到缺电的时候 台经济部门会要求台积电 开始发动柴油发电机 但也只能暂时兑付10%到20%缺电的状况 对于刘德英的说法 岛内网友忍不住讽刺民进党的电力政策 也许这是在唱衰台湾吗 问他核电算不算绿电啊 台积电在台湾岛内面临缺电困境 而美国工厂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据台媒报道 台积电斥巨资在美国新建两个工厂 目前已在亚利桑那州工厂招聘了近2000名员工 其中包括600名工程师 但有媒体记者与招聘人员交谈后发现 台积电的企业文化严格的生产标准 和长达数月的培训要求 让美国员工很难接受 有台积电现任及卸任工程师 在网络平台表示 他在办公室里睡了一个月 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是基本的 周末工作也是家常便饭 还有工程师表示 台积电的企业文化是服从文化 我们当然当作是属实啊 我们会自己调查 自己了解状况 在我们海外场 只有一个企业文化 就是台积电的企业文化 不愿意值班的人呢 就不要来参加这个产业了 有台湾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高科技人才全球紧缺 台积电若把在台湾地区的管理模式 复制到美国 不仅随时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势 这些人才很可能优先考虑 跳槽竞争企业 在这些人 我们下车的道路上 让我们下车的区别人 就在我们下车的区别人 我们下车的区别人